纽远如遇到世界冠军法尔克 决胜局红出一波5比1 但又惨叫疯狂追分 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裴西衣服的选手 是来自瑞典的法尔克 曾获得过市民下的南床冠军 当打亚军 法尔克的正手是颗粒的正脚 防守是仿胶 在打法上非常有特点 这个领拉非常果断 手机的内衣如进入状态更快一些 发动快也是内衣如的一个特点 法尔克的正手还是颗粒的排击为主 防守的话既有撞击还有摩擦 这样进台半高的球 正脚拍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退台后的法尔克 发为他力量上的优势 最后的这个防守 用如是借力撇了一板 已经退台的法尔克 有些发不上力 正脚的球速比较快 旋转不强 想要反攻的时候还是不好借力 发尔克的这种身高必长 让他的护台面积更大一些 内衣如的弱点还是没有打开 退台后的法尔克非常灵巧 在小雷一板后 拿了一个反攻 远续的正手快拉 压住防守位 轻快灵巧 也是内衣如打法的一个特点 发尔克的正手 对接排了一个直线 整个球的弧线 往下坠的不往前走 一个投场后 配合下榜的抢攻 这样的成功套路 内衣如特别上场 这一局的内衣如加快了衔接打速度 让发尔克没有拉手发力的机会 内衣如若比伊强势开局 在对手的前攻下 发尔克的失误还是控制的不好 这一局的发尔克还是显得有些发懵 跟不上内衣如的快节奏 11比6 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内衣如的防守 率先发动 快使斜线大脚 正手的摆速 还是要比防守差一些 决胜局上的内衣如 状态就活日 红出了一波5比1 像这样的底线长球 尖角还是不太好处理 只能去勾上来 内衣如现在的防守特别凶 在一板加力后 第二板活动变线路 这个球是插边的 还有三个赛点 这个弧线太高了 正脚排过去 刚好合适 最后是内衣如 三比二 拧下了法尔克